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连智力超前的孩子 其实在行为 社交 情感等方面的发展 同样也会受到影响 有人说 特殊儿童是坠入凡间的天使 他们带领人们学行在心与同理 透过关爱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请看麦袋记者刘婉俊 罗国聪的报道 自闭儿 主要是他的社交的发展 自立正爱的孩子就是一般的学习能力 无论是你在读书方面或者是治理方面 一般比较满 每名特殊孩子的学习程度与进展差异大 虽量身设计合适的学习课程 在任职 在沟通方面 行动情绪 人际关系 还有一样就是感官的能力 就是在不同领域里面我们需要去衡量 去评估 然后去设计这些课程 蔡淑妹是学前教育培训讲师 同时在特殊教育领域也拥有13年经验 我们通常都会用图 图 图图 就是给他跟我们交流和沟通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比较夸张的表情 然后就把一些我们要表达的东西把它带出来 给他有选择可以看到 给摸到很多感官的经验 回首特殊教育之路 甘苦参半 最大的动力是喜见孩子的进步 我有在他有这样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他讲Good morning 我等了一年 然后他跑来 他跟我讲 哇 天 那个时候我真的超感动 孩子需要时间 然后需要知道说怎么去带 无论是特殊儿童教育或治疗 以时建议切勿错过黄金时期 我们讲的黄金时间就是5岁以下或者是3岁以下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脑其实是还在成长 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给你很多连接线 你的那个脑的那个连接线可能就会比较好 自闭孩童可能你会见的是语言治疗师 因为你要改善你的语言 你会见可能智能治疗师去教一些你的一些生活技能 你会见心理师 因为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 新冠疫情打乱生活节奏 特殊儿童的学习模式也随之改变 孩子能够做什么就跟陪他一起做啊 我很鼓励就是爸爸们 你要洗车对不对 好 你带孩子去洗车 生活的经验给孩子不同的经验 给他们有一个责任感 你还是要有那个routine 讲说这个是学习的时间 一定要有分配好 这样孩子就会知道讲说 虽然没有去学校 但是我还是有我的routine在 他就会晃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治疗师 陪伴特殊儿童成长 需给予更多的关爱及耐性 建立舒服的学习环境 培养他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麦大爱刘婉俊如果冲击龙坡报道 新冠疫情大大改变了民众的饮食习惯 根据市场调查公司尼尔森的数据 疫情爆发之前 这个大马国民在家用餐的百分比呢 是30% 最近呢 这个数字飙升到了62% 而外带人数啊 则增加了4个百分比 疫情期间 其实在外用餐有许多的标准 SOP必须要遵守 因此呢 过去民众们呢 在妈妈当 点一杯Data Red 坐下来 吹水聊天几个小时的景象 似乎较为小见了 麦大 另外一组记者 曾经云林延军 走访了巴达林的一个时隔 带您来听听民众有什么话说 大马政府已经颁布 餐厅堂食 每张桌子一不同大小 只能坐2到4人 而且需保持一公尺距离 同时还有一个SOP 测量体温 打开手机扫描QR Code 再进行消毒 这是现在无论去到哪里 都必备的一套动作 就是去买东西一下都会 习惯了 就是因为商业到现在 都是当着是省回部分了 就是想说 反正没有人在 所以不要测量也是这样子 不知道没有人懂 我过来觉得不要啦 测量会比较好一点 久了 过来你看到这个裤子 你就会自己测量 之前有点处杀啦 但是我们必须使用 因为这是很长时间的事 有时候我们的工夫 没有空在前面 他们自己测量 自己写 也有联络很多店的老板 也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批评很好的 手机无法扫描也要手写留下记录 一到为例 无论是餐饮业者或顾客 都将面临一千利级罚款 还是有一两个比较野蛮一点的啦 所以他讲我进来一下罢了吗 或者我进来打罢了吗 我好好跟他讲喔 有时过潮啦 现在会比较好啦 之前没有这样严重那时候 他们好像没有一回事这样子啦 是会麻烦啦 可是既然是入骤 你就一定要follow咯 你也不想被翻一千块 政府的翻也有哦 但如果可以减少 COVID的通过就是最好啦 没有这个你批评了 就是for easy tracking嘛 所以他出事情那些 他也是可以批评到你在哪里 所以给他防疫 工作也要容易进行啦 若曾经到访的地点 有人不幸罹患COVID-19 方便罗关当局追踪 政府也鼓励民众外带食物 减少与人群接触 全民做好本分 与政府相互配合 期盼战胜疫情的那一天 不会太远 麦戴陈静云 林延军吉隆坡报导 今年9月我们曾经报导过 吉隆坡郊外邻一块 废弃空地摇身 变成了爱心菜园 当初看到的是社区 邻里一起除草整地 之后呢 在各自邻阳小区块 栽种自己喜欢的蔬菜 两个多月过去了 您是否好奇 这座菜园到底 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一起来看看 用心灌溉每一颗幼苗 郊外领菜园地 成了大人小孩的 休闲好去处 你需要帮助吗 我可以帮助你 很棒的时间 在家里和孩子 因为他们看到 在自己的手上 的核心 的核心 和食物 都出现了 所以很棒的学习 经历 给他们多接触一些大自然的 而且对于种菜的一种知识 农民的辛苦 这个是一个很好教育性的一个方法 对于那个城市的孩子 我也感受到那些农民伯伯种这些菜不容易 很大的太阳 然后还要来除这些东西啊 经过约三个月的爱心耕作 如今居民各自领养的小菜园 已看到成果 我们感恩啊 这个大地你看给我们播种 播种现在有着收成了 你看极美的小白菜 这个切到幼幼 跟它煎煎煎煎煎煎煎 然后放一点水跟它咕咕咕咕 哗 真香啊 给大家来这里学一点点东西 好像学怎样感恩尊重爱 我们来这里就是要保护地球 耕作不仅有益身心 保护地球之鱼也能实践废物利用 将宝特瓶摇身一变 成了盆栽容器 我看YouTube 我们看到有人整菜 我们注意看哦 我们人的技术还没想 所以我们试试看 多吉兵会喝不喝 所以整整整整 OK哦 会怕哦 因为菜本变水 会可以 会去 格外珍惜汗水换来的丰硕成果 家外领菜园善用土地之鱼 也达到敦青木林的作用 麦大爱庄巨量吉隆坡报导 只要用心灌溉 就可以让荒地变成居民 体验农耕的乐趣 看着菜苗长大到收成 自己用汗水种出的蔬菜 吃起来肯定 必有一番滋味 本周精选图 要跟随摄影师林思源的镜头 走入一座港口城市 它是印度国父甘地的书生地 古吉拉特邦的波班达 波班达最知名的景观 应该就是甘地的雕像了 它高高地站在平台上 看着熄来人往的人潮 似乎传达着宁静革命的精神 另外当地的传统木船制造业也相当地有名 这些木船几乎全部手工制作 通常得要花上一年甚至数年的时间 透过工匠技术才能衔接每个部位 做出乘风破浪的巨型木船 古吉拉特邦位于印度最西部 与巴基斯坦接壤 除了看得到印度富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之外 手工艺品也是古吉拉特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里有最好的工艺师 风格独特以及色彩艳丽的家具 刺绣还有印花也充满异域风情 相当的富有表现力 老百姓通过手工艺品展现文化的多样性 这些梅丽诗意的画面与您共享 目前全马约有238座的垃圾处理厂 其中的80%已经面临接近饱和的情况 待期间专题垃圾去哪了 来到了第十集 探讨的是棘手的垃圾处理问题 把时间交给大台新闻主播陈主棋 proxim步 Pardon everyone 有机长 别说 都 垃圾至哪儿 情境在源头 今天来到我们期间报道的第十集 我们要继续关心的是 马来西亚境内垃圾处理问题 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一样 垃圾处理不外乎是两种方式 一个是焚烧 一个是掩埋 可是在大马焚烧是有困难的 我们来看马来西亚的国土面积 有台湾的九倍这么大 可是它却只有四座小型的焚化厂 而且通通都在维修当中 换言之马来西亚现在可用的焚化炉 数量是零 再看一个数据 马来西亚的人口数 大概是台湾的1.4倍这么多 这些人每天制造大量的垃圾 如果通通不能焚烧 只能掩埋的话 那么势必终将有一日 就会产生跟台湾同样的问题 那就是垃圾无处可去了 今天我们的新闻镜头 要带您来到首都附近 有一个城市叫做甲洞 这里有一座大型的垃圾掩埋厂 可是六年前它却悄悄的 华丽变身了 六年前开始这里盖起了一大片的 住商混合大楼 随着住的人口越来越多 房子一直在盖 土地也要开发 马路一直在开挖 久而久之这里华丽变身了 它是野埋厂 可是住在这里的人们 终将会忘记 他们其实是住在垃圾堆之上 我们再透过数据来看 马来西亚的垃圾处理 其实是大有困境的 全马每一天会产生3.3万吨的垃圾量 其中有22%来自首都雪兰鹅州 而雪兰鹅的垃圾当中又有将近一半 45%是厨余 厨余是又湿又重 应该要被堆肥 可是没有 在这里通通送进了野埋厂 马来西亚从2016年开始实施强制的垃圾回收 可是老百姓的观念跟执行的能力 还是有落差的 我们要看这一堆一堆垃圾车再来的生活物品当中 有很多是大有玄机 假如这一包一包垃圾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 里面可能充满了很多可回收的资源 比方说这个纸箱 它应该要被回收的 像这个是牛奶罐 也要被回收 马来西亚人很爱喝饮料 每天产生很多的铁铝罐 通通没有回收 被包进了这一袋一袋的家用垃圾里 通通再去掩埋 再者 马来西亚有一些比较低收入的外籍移工 他们会打开这些垃圾袋 一袋一袋的把它里面可回收的资源 捡出来 拿去变卖 今天的新闻报道 我们要带您走进马来西亚垃圾处理的第一现场 或许在这里头 您也能看到台湾的缩影 宁静小社区的一天 从垃圾清洁开始 马来西亚民众普遍的分类意识不强 像我们这样 随机抽样的一个垃圾袋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铝箔包 纸袋 还有厨余全部都丢在一块 把资源变成了垃圾 熟垃圾的多半是营工 心血不高 能够变卖的回收庫就成了他们定类收入的管道 抢手的回收物让清洁队员暴露在被抢劫的风险中 KDEB这一间公办民营的公司 负责收集整个雪兰额州的垃圾 清运的成本包含人力运输 一户人家只补贴KDEB7令吉 跌台币50块 相较于吉隆坡的垃圾清运公司 补贴了14令吉 整整少了一半 更别谈要如何分两趟车 再运垃圾跟回收户 每个地方政府平均的年收入的30% 超过30%的是使用在这个垃圾层里 所以这一个对地方政府来说 是一个注意沉重的负担 在这个区块里每天会收纳3000吨的垃圾 当垃圾车把垃圾倒下来之后 就会一层垃圾一层土地掩埋 当堆到了27公尺高的时候 就会换另外一个地方重新造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臭味 这里是人民制造生活垃圾的最终去处 整个雪舟八个土埋场 俄兰土埋场算是规模较大的一个 容纳近二分之一的雪舟垃圾量 要延长土埋场寿命就得考虑水值空气污染 土壤侵蚀等等问题 合乎法规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一层土 一层垃圾的堆叠 加上沼气的排气管 最下方还要有不透水层 规划废水的最终处理 这些都是挑战 而整个马来西亚有130个土埋场 八成没有经过安全的方式堆埋 现在土埋比如说我们每一公吨 马来西亚我们只要花费35到40零级 我们就可以把它丢去土埋场 焚化炉的话 可能它的价钱就要升到150块 或者是200块 回收或掩埋 永远改不上制造的速度 这点是机 还没有到忘记 还没有到忘记是六七八 这种壳怎么办 丢垃圾桶就好了 对啊 那你如果这个丢垃圾桶 晚上是有人来收啊 有有有 你看我们这部放那边 有垃圾车来到 是垃圾车会收啊 对对 那问题是垃圾车收了去哪 垃圾厂啊 或许要思考的是 源头减少垃圾才是终极之道 甲洞增江区曾经有座垃圾山 十多年前停止运作后 2020年初工程车再度划破宁静 兴建道路 而另一头六年前 早就华丽变身为新兴开发区 驻商领利 这个已经离吉伦坡市区 其实很近而已 不到十公里了 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个土地也很值钱了 都政府都把这个土地 让给私人去开发了 寸土寸金的地段 一开挖垃圾现行了 铁铝罐 轮胎等等这些废弃库 还没有完成它的分解过程 触目惊心 土埋场其实里面 还是有一些毒气会跑上来的 对健康我觉得 我认为还是有多少的影响 发展的脚步不能够停留 你到了这个地方 还是要发展 这是人类造的因 终究由人类承受 当有一天 野埋场成为住宅区 住在垃圾山上 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解决垃圾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 除了要提高国人减少 垃圾生产量的意识之外 还要积极地推动资源分类 双管齐下或许才能够延长 垃圾处理厂的使用寿命 接下来介绍一个温馨的故事 13岁的黄宝人 从小有奶奶抚养长大 出生的时候因为错过了 办理身份证的时间 导致她一直无法上学 求学生涯从幼教 一直到四年级都是空白的 慈济之工发现到这个个案之后 协助祖孙俩就办理领养手续 才让宝儿在五年级的年纪 第一次踏入校园 格外珍惜求学的机会的她 除了在学阅上积极进取 更获得了慈济新衙奖学金 下有地奖 给她却走 那些不跟 每天按时帮行动不便的奶奶按摩 13岁的黄宝儿是奶奶的贴心小棉袄 她有什么我就给她咯 就是她叫我带她去同龄 还是要给她喝啊吃啊 因为小时候她照顾我 现在我要照顾回她 看似乖巧的宝儿 也曾跟同龄孩子一样叛逆过 我以前很小气的 一点点东西她讲不对哦 我就觉得哇 我就打她的背后是什么 对 突然间滑倒我就感觉到 就好像有一点后悔 就感觉到如果她 就开始乱想 如果有一点她不在了怎么办 意外让宝儿意识到 害怕失去至今 她开始变得懂事 她很少说不去做功课 或者不去补习之类的 老师还是相当的满意 就是说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追上那个 宝儿的求学之路充满波折 母亲是外籍新娘 她在出生后 因没有及时办理身份证 11岁才有机会上学 要有人去领养她 她才有办法申请一个公民权 在她大概五年级的时候 就以她婆婆为领养人的那种资格 去那个要做那个报生子的东西 就会去那个法庭 然后我去法庭的时候 突然间第一次看到律师 就传到哇 好像很美啊 什么就觉得 就想当律师这样 然后过后我就去问了一些老师 其实当律师是这样的 然后他们就讲 你要经历过很多读书啊 你要什么都会啊 什么什么的 定下人生目标后 开始努力前进 宝儿认真学习的态度 不辜负师长期望 我一定要考好好 读好好好来 就要报答师父他们哦 就不要让他们失望什么的 你这个床 我看应该是二号的床单 其实我再拿一个床单给你 反正我看到好像比较久了 我是当他是好像 我多一个女儿这样来对待他咯 好像母亲节 节了他都会先来问候 你会感觉到很温馨 宝儿获得慈激辛亚孝剃奖 成长路上 志工用妈妈心陪伴 麦袋陈静云 连延军吉隆坡报导 好的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峰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是赵峰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是赵峰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是赵峰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是赵峰祝福大家平安健康